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各位早晨 早晨Steven 早晨Vivian 鴿馬聯儲局方面 鮑威爾表示鑑於通脹 華樓儲局有能力在利潤問題上保持耐性 體現出靈活性 對於加息都會觀望 聯儲局放甲 美股都繼續升 美股三大指數連升5天 道指收升122點 升幅0.5% 標鋪500指數收升11點 升幅0.4% 納斯達克指數升幅0.4% 升28點 三大指數都有少於1%的升幅 我忘記它是跌著開的 昨晚美股是低開 一直收窄 我都不等它睡覺 總之我只是覺得外圍沒有特別大的壞消息 聯儲局布拉德 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官員 他就講話 他說12月我早就說反對 但是儲局一意孤行 他說其實加息已經到了盡頭 因為過往他比較出的人物 所以他說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都會有人理 留意我相信美匯方面都會持續受壓 輕輕和大家報報 95.46、47 沒有昨日那麼低 昨日挨近多少少少95 但是整體市場的放鬆情緒 都是明顯翻 VIX 報埋19.5 正式穿20 跌了2.4% 所以無需反手 無論你不信也好 不追也好 就不要反手 等這個指數有這麼多下升幅 才去猜市場是否又再緊張 這樣才反手得未遲 好 看完美國方面的指數走勢 現在恆辛指數就開出了 今天開市位是26,692點 即高開170點 昨日說有很多267、268 對,267、268 就有很多紅症 今天也是 不早就看了 所以今天正在高開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殺上去 那些人差8點 那些人死難 今早我都再更新 現在是6比4 為何我今早看是7比3 可能又有更新 對,你先當是6比4 當然了 綠紅,4牛 但當你望過去 你完全感覺不到下方有很重的牛症 只是看到紅症 就很拿來衰 267,1900張 一開始兩秒死光了 268,1900張 268,1900張 這樣就差不多8秒 8點 兩秒都可能給多 268,1900張 然後269,1900張 有600 600就不算吸引 600和258的牛差不多 但起碼殺多 100點殺到268 殺到268 真是值得 不用因素 100點有多閒 所以大家自己 沒有理由這麼早反手 我看到KELF在留言板說700紅 他買了嗎? 他想而已 他說27,800的紅安全味 27,800的紅安全味? 哇! 整千點過外 整千點過外 安全的 暫時而已 我投安全票 但是 你都可能先輸後贏 你何必要先輸後贏呢? 為何不可以見到有個 即是一輛車衝過來 彷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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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彿 每天都會升幅 其實我不應該猜 不過我覺得278都很安全 如果我現在說278 嘩! 事件很牛 還有 不要忘記272 之前的頂部 都不容易勝出 因為始終 大部分人到現在都不相信 是牛市 雖然我也是 但是情況就是 你去到那些位置 很多人想沽 是的 好 我見到鍾小姐今天很開心 中午打來 很開心 真是 今天提醒大家 下午 中午的時候 我們做兩節 每11點8開始 11點9開始 做兩節 到時和大家慢慢談 可以接聽大家電話的 中午節 好 今天有一些新的通告 例如海洛水泥 預期全年盈利增長八成至100% 主要由於產品銷售價格上升 和營業收入大幅增長 股份今天高開1.9% 其實昨天已經升了 前兩天 或者市場都會預期盈利方面 有好的消息 其實都OK 老實 因為當市場好像一片黯淡 你連內房都黏 內房黏其實都會影響到少少水泥 那些建材相關 但都可以發到這個 所謂認喜 我覺得都算在好市裡頭有個驚喜 加上市底好的話 就不難有得升 政策方面都有支持 公信部部長 表示2019年支持重點散分的鋼鐵去產能 嚴禁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 新項目擴大產能 可能會篩走一些比較差的 所以一些大的企業 即是鋼鐵、水泥這方面的大企業 就會受到一個利好 從來都是有大買大 買市占最大 必要時政策說要去產能 即是說過剩產能要去去 或者支持行業consolidate 大食小 你都是買大的 所以水泥這些買914這些都可以 其實只不過過往的供給則 就是過剩產能要去一去 其實延續一直以來 所以譬如914這些 譬如今天發了營起 可以關注 當你在過去半年裏面 它有少許給50天線壓著 50天線是 沒錯 這些位置、這些位置 但是又這樣說 難怪我終於明白 為何這裏有輛艦車 是不是有 其他同事 擺輛艦車在這裏這樣用 我總之 是啊 我終於明白為何會有輛艦車 就是這樣 要考慮一下是否升穿下降軌 如果是的話 都頗好款 當然 線是未走漂亮 還是空頭排列 完全未有十天線 走去升穿五十天線 我只可以說 就算你升穿下降軌 都是短暫來的 未至於可以講得上場線買入 還要一段勝負 還要一段時間去屈回線上來 好 所以就看看可不可以穿到這個位 對 現在恆生指數 開市 開市之後 恆生指數正在升五十四點 報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點 沒錯 剛才估不到 那不是好市 不過不要開心 待會可能還有 正是26692開出 暫時先去廣告 不如先去廣告 稍後回來 可以和大家看看 成交磅方面 碑桂圓服務 現在跌一成 回來節目時間 上升指數 今天開2539點 高開四點 恆生指數 很驚險 剛才一度變紅 對 一度倒跌 現在正在升七點 報二萬六千五百三十點 沒錯 再確認多一次 今天的高位 暫時還真是 一開 沒有殺到267紅 26692 暫時是Day High 當然 我絕對不會轉看法 外圍方面沒有改變 差了百多兩百 怎麼殺 殺硬 好 看看活躍成交磅方面 頭位 有碑桂圓服務上了榜 要看看 現在跌9% 一度跌超過一成 現價11.64 碑桂圓服務 今天發了 剛剛最新發了通告 宣布建議進行股份增補配售 規模有2.5億美元 發行價是每股11.61和12元 比起上日收市價 致用了7-10% 集資會用來做拼購和新業務投資 碑桂圓服務 今天低開 有一個裂口 其實它的開市位是11.62 都是近一個配股價 對 近一個配股價 11.61 那些位置 如果看回11.61這些位置 我就會說 已經完全反映配股折讓的陰霾 這個位置極具策略性 留意較早之前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現在剛剛就來到 比如用配股價也好 用重倉支持位也好 來到這些位置 確實有些防守性 我覺得 但是究竟會不會升得上呢 當然 配股就不影響基本因素 基本因素 它繼續是這樣賺錢 但是 你看我過往都很久沒有推過這些物管股份 始終我都是強調它是被動角色 要受制度 房企方面 賣多少樓 簡單說 碧桂園 賣多少樓 它就有多少樓去管 所以我會說 這些位置 開始有支持的 我不預計它會再陰下去 但是 似乎真的欠缺一個大反彈的一個誘因 最近其實物管都剩下了 大家自己留意 好 這個 都不適宜說 看到跌就入 這樣 我覺得就不用心急 是啊 好 現在就看看網上的問題 好 看到康音就說 早晨師傅想問 27號 27號他入了 51元 競價限盤出 競價時段一開就有個價位 放不到 不是很明競價的運作是怎樣玩法 現在27號看一看 又沒有做過51 50.1 50.1就有 你怎樣做51 你是不是看錯小數點 最高位只是50.1做我 要是 我不排除 因為那一刻我沒有開到競價 你可能見到51 但別人都沒有成過 最終都是50.1最高 那當然是做不到 怎麼玩法 你就是見到那個對盤的時候 最後停在哪個位 就成了 所以你要擺好位 51 確實是做不到的 當然 譬如我回答你27號 現在49.45 剛剛平手 我覺得力水 確實都是次橫行多些 這幾天我相信是這樣 所以 不要緊要 如果你真的不等錢花的話 先保持著 這幾天 所以它都靠近一些高一點的位置 都站穩了 先保持著 我覺得 譬如明顯失去48.0的位置 才可以走 好 然後 Google Google 就問 992 5.34 入了 很冷門 買聯想 近期比較冷門 它說 上網幾多 咦 現在就是 5.4號 3號 股份 都連續幾天 有揚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預理最近這一浪 看看是否真的升穿下降情況 那 重倉位置 現在橫行 大概5-4.5的位置 有機會都先左一左 因為較早之前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形成了橫行區 5-4號 站到的話 就直接去看 例如5.9 附近那些位置 我會說 向上搏就搏5號 但是 贏面就 普普通通 so far 未曾見到聯想 有什麼特別好消息 先保持它 好 Karen就問 836 她問 為何急跌 是否數據不好 836 好心理 不是 836 其實就是 我想說 跌1.8 就是急跌 1.8% 剛才下過日落 15.4 約莫3-4 也不是急跌 逼貴如服務 急跌 是 數據上 都不算 其實它提表上 都升了幾天 都是回到少許的陰燭 數據上 其實就有說 去年累計售電量增加了2.3% 12月份 12月份 受電量就有 按年增加了5% 2018年全年都增加2.3% 那 是否可能未說是很大的增幅 已經覺得未必好理解 都是的 如果我根據1月7日 有一個報導關於行業 內地媒體統計了去年 全國日均發電量增速有8.52% 創7年新高 如果看836的數據上面 似乎又不能夠做到行業的數據 即是行業平均情況 所以我會說 不排除這個數據 有少少令人意外 今天叫做陰燭之下 暫時收窄一半 但我都會建議你 看緊一點 今天是否始終都要出一個 高開 應該說低開低走的陰燭 如果陰燭持續的話 我建議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可能你想想 數據前其實炒了4天 昨天打星已經開始代變 今天甚至乎是陽燭 聲聲音燭 所以我覺得 在看緊一點 因為電力股始終很難 很強勢 自己在看緊一點 好 接著 Naddy 問788 甚麼位置可以入 788 鐵塔 又上升1.51 我想都是那句 你來到這些位置 你會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力就已經沒甚麼了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我寧願你確認 升穿1.57 因為其實你現在買 好了比進你 水位就是1.57 只有6格 那6格你賺到甚麼呢 你自己去考慮 另外就是說 其實又沒有說一定可以向上升 因為兩個頂之後 其實力水就開始沒甚麼了 所以不排除 反而不升反電 我不願意去現在買788 反之可能… 那時候累積升幅比較多 沒錯 反之可能你留意一下 都是長飛 對 所以現在都叫企穩 因為市其實都頗不穩 那麼就升上升2%的 22.8毫半的 我想這隻它沒有甚麼特別高追的風險 那麼今天又再嘗試 不知道行不行 站穩100天線 已經連續四天的揚足 不知道它真的行不行 嘗試站穩100天線的話 要站到22.6樓上才行 那麼我就建議大家就照樣拿著 有貨的拿著 未買的話 我始終都覺得這隻防守性 是高於現在去高追788鐵塔的 5G方面 都再度有利好的消息 其實連日內地政府都說要支持5G 最新公信部部長就說 今年進行5G商業推廣 一些地區就會發放5G的臨時牌照 下半年就會採用5G手機、5GPAT等的產品 亦都會加快一些中端產業化的進程 和網絡鋪件 就會增加一些消費領域 用5G的技術 所以都是繼續說 整體就會推動5G方面 是的 所以再看看其他5G的個股 可否做好一點點 552中通訊 暫時都未有受惠 跌近1個先 6.8毫3 如果看是小隻一點 2342的 驚訊通訊反而做好一點點 都升得挺厲害 是的 不過不要忘記兩日前都出過一支 任足錯錯的銳器 看看這浪再上去 夠不夠力 現在升1.8% 1.6毫3的水平 留意這隻RSI都超買的了 到73左右的水平 而且都要看收市 如果現在這些位置站到 是收市的話 就創回52週高位 但是你看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因為過去52週 確實在去年1月份出現過 現在都升穿了 更新剛才 方英文27 原來他說9.03分開了51 見過 太早了 以為可以放到 不可能 9.03分一來太早 因為人家9.20分才成款 至於 還未有人接51元 還很假的 這麼早的 即是飄忽得很緊要 矮近9.15分的價格 實正一點 你如果想參與AO交易 你會靠近9.15分的價格 才去出 頭幾分鐘當然是亂飛 亂飛 亂有些人勁駕 沒錯 很多人拼罵 所以就不要想著 那些位置可以成功 好 然後Ning Joey Chan 問318 他軍價是74元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74元 都高 現價是69.4元 今天又高開低走 是的 我先看71.7元 10月份相抵 做目標 有阻力在那些位置 我想74元就不要說了 當然 這一浪 我跟大家說過 只要78.65元 這些位置 是站得住的 這些位置 68.65元 就形成W相抵抗 即買得 可能這些位置 較好 拉一半 需要71元 回家鄉 也未定價 但如果你不溝用原油的貨 可能只不過上升到$71-$2 不要太多 考慮一下溝不溝貨 看恒生指數時間差不多 現在有一點點升勢 因為剛才直到一分鐘之前 還是紅綠綠綠綠綠綠 正確快玉綠綠綠綠綠綠綠 去一下自己的位置 因為你的位置 所謂中頂莫棋 你站的位置是死硬的 你覺得你剛才很安全嗎 這麼大難不死嗎 其實就算今天不完 星期一一開 就算到時大陰一千點 你都死了 沒有仇報 不知道能否退到 現在可能已經跌到很低 這個世界沒有退不到 只有你不忍心 就是一千多 舉個例子 可能只剩下一點錢 好像一些探究的精神 我開一隻恆子虹 讓我看看哪個壞東西 真的在買恆子虹 是真的去到那些位置 這麼多人買了的話 應該有很多隻都是恆虹 很多 恆子虹 如果267 譬如267 哇 譬如這些 58787 不是教大家買這些 其實如果 看一看一看 五八七八七 慢著 這隻是267 267 267殺了沒有 看一看 現在搞到我 266 這個已經招了 我應該看 這個正常一點 對 因為26688 65375 65375 這個收回價是二萬六千七 準確來說應該是二六七八八 三仙都叫三仙 我經常說如果你買錯東西 你不肯走 那便連三仙都沒有了 如果肯走的話 三仙就拿去喝餐茶 洗個臉 以後重新出發 怎樣反問自己 塞高枕頭問自己為何要買二六七紅 我覺得是我都會走的 整天覺得走來都沒有用 只有幾十元 每天幾十元都沒有了 死硬的 真是死硬 我是大戶的話 樓上二千九張二六七 怎會不搞你 不過其實買燈蘇應該要拿一些 要有死的準備 要有死的準備 投機的 要有輸了都不怕 那些錢才拿來買 這樣也對 你說得對 所以自己在看少許 這次差不多了 我們中午十一點四十五分 回來再跟大家見面 多時見 拜拜 拜拜